你想全世界都看你 其實是有一些 一來不切實際 二來也有些自大 某程度來說 中國當代藝術 我覺得現在 也處於這種自大的狀態 當然每一個階段 在創作上都有不同的問題 不過在很多問題裏 我猜我是比較 consistent 問一個大的問題 當然大的問題裏面 再分拆就有些細些 大的問題其實是 跟身體有關 很明顯 在我很多作品裏面 身體直接間接 都是在作品裏面 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 或者再仔細些說 是身體的經驗 身體的知覺經驗 怎樣在創作上 變成一些可能性 在最近這幾年 圍繞著一個題目 我叫聖光系列 其實也開始去看回 在不同的文化裏面 很多時候 當你的身體的鍛鍊 去到一個程度 神化的程度 很多時候 在宗教的影像 都會有些聖光包圍著你的身體 而這不是在個別的文化 或個別的宗教 而是很普遍人類的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都有這個影像 即基督教有 佛教有 伊斯蘭教有 各個宗教 當他去到一個人的身體形象 無論他是用一個基督的形象出現 或是用一個佛的形象出現 但他都是一個人的身體形象 當他要呈現這種 所謂身體的超凡入性的狀態 都會用一個聖光圍繞著身體 作為一種象徵 我開始的時候 覺得可能都是一個很普遍的象徵符號 但我對這個題材 一直找到的資料 看的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有些相信 它不是單純是一個象徵符號 我有些相信 當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去到某一個階段 真的有些光圍繞著身體 有些練器工的人都會說 他看到人身體周圍有些光 我當然未曾可以用我的肉眼看到這件事 但我現在傾向相信 真的有些光圍繞著身體 你當我說神怪的東西 但我現在是有興趣看這些東西 但回到我的作品 既然我不能夠真正發功 令到有些光圍繞著我的身體 我總是需要有些比較形象化 用一個藝術象徵的手法去呈現那些光 所以就開始試不同的方法去呈現 開始的時候 只是頭頂的光 現在慢慢開始嘗試一個大一點的包圍著身體的光 試過不同的方法 譬如這個 或者這個 因為他一直在做的東西 都是一些配戴在身上的東西 亦都很多時跟一些好像形具有關相似的物件 形具也是另一種有趣的東西 因為他很有意圖地去限制身體的活動 如果我們看我們的身體 其實都真的不是很自由 生老病死這些不在話下 甚至有些很日常的經驗 視覺其實限制是很大的 我們不能夠有透視的眼 我們的視線不能夠這樣轉彎 其實人們利用身體去知覺的世界的限制是很大的 所以 形具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作為一種象徵的東西 但是 一方面身體的限制很大 另一方面我又相信 當一個人的身體精神去到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他可以突破這種限制 而突破這種限制 在宗教上 就很多時以這種超凡入聖理頭頂有光環的形象出現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嘗試 很簡單來說 在歐洲的教堂 你都會見到聖像頭頂有一片這樣的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我都做了一些 research 去旅行的時候 都專門去拍這些東西 我嘗試做一個 就是在這一片 都閃閃生光的 整件銅的東西上面 轉到很多孔 如果我帶著它 而在一個光的背景底下 就會見到這些光 在這些光點滲下來 在我的頭上 我猜現在比較年輕的藝術家 他們有的機會比我們那個年代更多 雖然我那個年代 或者特別我可能幸運一點 再比我們上一代的藝術家 能夠出去國際展覽的機會 已經有多一些 如果這樣看 整個發展 我覺得香港的藝術家 是越來越多機會 在外面被人認識的 一個地方 要令它成為世界上其他人的焦點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有什麼需要看香港藝術 你問了我這樣的問題就可以了 在歐洲 你問我有什麼需要看香港藝術 但現在 中國當代藝術 如果在國際上 他們有個答案 我為什麼要看中國當代藝術 因為中國是在整個世界裡 現在崛起 由一個很封閉的 經過了一些政治上的事件 令到它現在 有現在我們看到的中國 而另一方面 在經濟上的發展 你會看到社會的內部矛盾 這些在國際上 就算不是藝術界的人 不是文化界的人 商界任何的界別 都會關注 因為它在影響世界 但是香港有什麼影響世界 No significance 所以我都找不到理由 為什麼我們要把香港藝術 推出去給國際看 你有這個期望 基本上我覺得是有些不切實際 所以反過來看 從藝術去回到好個人 沒錯 每一個好個人 都在世界上發揮自己的一些影響 只要我們不要期望這個影響 要大到全世界人都看你 你想全世界都看你 其實是有些 一來不切實際 二來也有些自大 某程度來說 中國當代藝術 我覺得現在 也處於這種自大的狀態